根据日本媒体29号报导 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的成员国已经决定同意英国的加入 他们也将在31号开会讨论允许英国加入议案 英国在2020年退出欧盟之后 就开始加强与欧盟以外国家的经济合作 将成为CPTPP第12个成员国 也将创下除了原有创办国 日本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等11国之外 首次有他国加入CPTPP的先例 而我国也已经在2021年正式提出申请 目前正在持续争取各成员国对我国加入的支持 环宇新闻 邱婉婷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